这两天是新生开学日子,如果是小朋友都会有家长亲自陪送到校,即是明星,作为公众人物,但是有些爱子心切也会自己去送,比如今天这位,堪称天王巨星,早上就亲自送女儿到校,不过竟然没有被家长认出。 后来在接受记者访问时,还自我调侃乡蝙蝠侠,据台湾媒体报道,有德华在和江恋二十多年女友朱莉姐结婚后,与有一女留相会,今年六岁半,有德华一向十分疼爱,在六月份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时,当天还亲自赶去参加,被人认出后,不惧被粉丝拍张。 今天差逢女儿小学开学,早上留德华亲自送留相会到校,全程没有被别的孩子家长发现,让人十分意爱,下午有记者采访她,询问今天是否有送女儿上学。 有德华说,当然有了,今天早上我好像蝙蝠侠,没人发现我和女儿进去学校,对于没有被人认出,感觉很得意。 有德华今年将临时举办二十场2018演唱会,地点在香港红开体育馆,在前几天还发生了有歌迷在排队卖票是被人袭击事件,当炒至某歌迷手臂和耳朵受伤。 有德华在知道后表示了关心,有记者今天采访刘德华询问女儿,是否会到场观看演唱会。 他表示还没有问过女儿,不知道他会不会看,要问问他才知道,即使真的家人到场观看,也尽量不会让人知道,做足安全措施,不让他们受到打扰。 至于以后,会不会像同事老牌肩王、黎明一样,在社交媒体上刷女儿照片? 有德华说,我不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女儿照片,主要是不习惯。